接着来为你播出的是 由天堡旅游观名赞助的晚间粤语新闻 帝斯省就历史上的歧视华人政策正式道歉 是加拿大首个省级政府 就过去的排华历史进行道歉 印度人民党取得大选胜利 结束国大党30年独栏大权的局面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你收看5月16日星期五的晚间新闻 我是易美生 新闻的详细内容 明天开始就是维多利亚长周末 开心出行的民众不要落极忘形 因为省府已经在今天开始加派人手 在400系列高速公路上巡逻 折查各种违法交通法系的司机 警方建议各位司机千万不要聚走驾车 不要路望驾驶 不要分心驾车 装载的物件要安全放置 而且还要扣上安全带 除了省警在高速公路上执勤 整个加拿大所有地方的警队都会采取相同的执法行动 直到今个月19日才会结束 省警方面表示 在2013年 分心驾驶导致交通意外而死亡的人数 比聚走驾驶导致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另外省警还提醒计划在这个长周末进行水上活动的民众 虽然天气转暖 但省外各水域可能还有小部分有浮冰未溶化 而且水温会低过往年 所以民众要特别小心 哗铁的时候要穿上旧生意 一辆汽车今早撞入墨西沙加市一间银行 一名当时正在使用银行接动提款机的女子 在意外当中受了轻伤 皮尔区警方表示 该中意外发生在今早早约7点钟 该两越野车撞穿位于密市Medalville市中心 商场内的杜明银行的玻璃窗 进入该银行后 撞中一名女顾客 导致她腿部受伤 该车的男司机曾经一度被困于车内 要出动消防员到场将她救出 警方仍在调查试发原因 暂时未有发出控罪 警方初步怀疑 可能是男子停车不当导致意外 一名年仅10岁患有白血病的原住民女童 日前决定停止化疗 采用传统疗法对抗疾病 此举获得她的家人 以及所属原住民社区的支持 但女童的主治医院 依然将病例交由 儿童福利部门进行调查评估 10岁的安省原住民女童马海拉 今年1月份被诊夺出患有白血病 在接受第一轮化疗之后 她决定放弃化疗 改用传统疗法对抗疾病 马海拉的母亲表示 如果继续进行化疗 马海拉有75%的存活机率 但如果终止化疗 她的病情很有可能最终无法控制 马海拉位于安省夏美顿的主治医院 由于担心女童是受到强迫而放弃治疗 将病例转交给儿童福利部门进行调查 但马海拉所属的 辛克雷迪特原住民社区领袖称 不会被任何机构 好像4、50年前那样绑架原住民儿童 该社区还成立了一个保护组织 称一旦有儿童福利部门工作人员 要求带走马海拉 他们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加国方面 加拿大卑斯省议会当地时间15号 通过历史性议案 就100多年前 该省歧视华人及反华排华的法令条例 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 这是2006年6月哈帕政府 就历史上向华人征收人头税问题 在国会正式道歉后 加拿大首个省级政府就过去的排华历史进行道歉 昨天早上 卑斯省省张简卫斯在省议会正式提出道歉意案 内容包括当时禁止华人投票 禁止华人担任公职 和对华人征收人头税 以及在教育、劳工等方面的政策歧视等 简卫斯表示 当时的省政府支持征收人头税 并实际征收 这种种歧视的做法 在今天是不可接受 和不能容忍的 如今的正式道歉 就是要结束该省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简卫斯代表卑斯省 省议会就过去歧视华人的历史性错误 致以最诚恳的道歉 并确保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他表示 加拿大华人 为此已经等待了100多年 他对这个时刻的到来感到恩惠 简卫斯同时肯定华人 对卑斯省文化、历史和经济繁荣 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直为推动意外而奔走的 卑斯省国际厅厅掌屈杰兵 在当日的陈述中 讲述了自己调查华人 受到歧视的历史细节 在卑斯省博物馆的地下室内 一些当年的华工 未能寄出的信件 满在血泪 令人动容 道歉议案已经获得 卑斯省自由党、新民主党、陆党 和独立省议员的赞同 在简卫之正式道歉后 省新民主党党令 也代表该党向华人道歉 共有一百多名社团代表 同样受到排华法案冲击的人士 出席了会议 其中有25名温哥华的华裔 对桥团代表获邀出席 卑斯省是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发源地 19世纪中夏业 因为涛金潮同修建太平洋铁路 当地引进大量华工 在非常劣质的劳动环境下 很多华人客死疑乡 有人说太平洋铁路每一公里的沉默下 都有一个中国劳工的亡云 加拿大媒体引述的一份资料说 在19世纪80年代 若有1.5万华工 参加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 但进宫典礼 不但没有邀请华工参加 反而开始为限制华人入境 实施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人头税 到1923年 大约有8.2万华人缴纳了人头税 卑士省政府当年也是这个政策的支持者 而且是人头税的主要收取者 因此华人社区要求省府道歉 根据黄家骑警发布的最新报告 相比主流族群 本国原住民妇女 更容易受到暴力而导致死亡 但警方就没有因此而提高破案率 黄家骑警今天在瘟尼泊发布报告 报告显示 原住民妇女人口数量 占本国总人口的4.3% 但这个组群妇女的失踪和凶杀案比率 就分别占整个女性失踪 和凶杀案数量的11.3%和16% 黄家骑警的这份报告 综合分析了加拿大统计局 以及大约300个警方机构的数据 报告强调 自1980年以来 本国死者为女性的凶杀案 数量有下降的趋势 唯独原住民妇女受害案例有所上升 在破案率方面 原住民妇女受害案件的破案率为88% 非原住民为89% 在过去30年 总共有1181宗原住民妇女失踪 和凶杀案原而未破 另外报告还发现 原住民妇女多数是被属人所害 这个比率 占整个案件数量的30% 另外有多达29%的案件 空手为原住民妇女的伴侣 还有24%的案件 空手是他们的家人 近九成的空手为男性 平均年龄是35岁左右 以上就是本地同家国新闻 现在先休息一会 广告之后会有国际新闻 天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和中国共有12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自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不出活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订 保证你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松科员退休职贡 深陷离奇反毒案件 陌生电话令到数万财产 倾黑人间蒸发 电话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文警最终能否将犯罪团伙 一网打尽 发现新浪民分险人均为二岁左右 体型偏瘦 广介信之变画变故 他全部都是自己的制作师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他说法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贫音石在艺术互通胜上的领悟和首尾品位 正是这种全方位的对艺术形态的关注 他的书法在反映当代艺术形态上有着其自身的特点 他将用不生的精灵去追求 去探索 去感应 去获取 迷人的风景 悠久的历史 全英文的讲解 让本土生长的华人 更容易了解到中国的秀美山川和风土人情 旅游指南 带你一起去度假 欢迎回来晚间新闻 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长达 sorry 印度长达五星期的大选 投票结束 反对党印度人民党获得全胜 选举官员从当地时间 星期五上五百点钟开始点票 到目前为止 点算的选票显示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取得全胜 结束国大党三十年独栏大权的局面 人民党总部外的气氛 好像国子一样 人民党支持者在街上跳舞 由于人民党承诺要振兴印度经济 股票价格亦上涨到新高 大选投票在星期一结束 点算全国预180万个 电子投票机内的5.51亿张投票 印度选举委员会表示 选民投票率达66.38% 打破了1984年的投票记录 并有8251名候选人参与 这场大选已成为国大党领袖拉湖 以金地和人民党领袖莫迪之间的对决 今次印度会议选举 从4月7日开始 5月12日结束 出院安全和后勤保障的原因 选举投票分成9个阶段进行 印度共有适零选民8.14亿 号称世界最大民主国家 四年一度的球坛盛事 世界杯还有不够一个月就开拢 但是主办国家巴西多个城市 发起大规模反世界杯示威 有示威演变成警民速突 也有人趁机抢掠 巴西示威者星期四 在早间交通高峰期 倒塞圣保罗市的要导 焚烧轮胎 造成严重影响 巴西下个月将主办开销巨大的 世界杯足球赛 示威者很愤怒 因为这些钱没有用在交通 住房和社会项目上 巴西政府表示 没有理由恐慌 同一日 包括里约热内奴在内的 50个巴西城市出现示威游行 与此同时 包括警察、教师、公务员 在内的人群举行罢工 示威者要求政府 修建国际足联标准的住房 而不是足球场 示威规模有望让巴西政府 对世界杯期间 将要面临的安保挑战有所了解 美国加州南部山火仍未受控 当局出动大型喷射机 加入破旧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林业和消防局昨日表示 持续干旱 異常高温和炎热强风等原因 导致加州南部地区山火频发 三日内已经发生至少九宗火灾 火场面积超过4000公顷 上万户居民被逼撤离 该局发言人林恩托尔马乔夫表示 火灾大多数发生在加州南部圣铁哥远 强风助长火势 令救火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甚至导致一些地区火势失控 其中最严重的圣马科斯地区 火灾目前仅有5%的火势受到控制 据当地媒体报道 火灾可能已经造成一人死亡 一些房屋被销毁 至少20家学校 和部分主要高速公路关闭 几千人已经辞来自临时庇护所 照急地等待 看看自己房屋的受损情况 火灾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加州连日来遭热浪袭击 出现異常高温天气 不少地区气温 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高温、干旱 以及当地特有的干燥炎热的 盛安拿峰 市加州南部不少地区 处于极易发生火灾的情况 美国国家气象局 已经对这个地区 发布火灾以法警告 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 耶尔德兹今天表示 西部马尼撒省索马地区 矿难死亡人数已经增至284人 井下还可能有18名矿工 耶尔德兹在记者招道会上说 今次是土耳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中矿难 根据矿工家属的情况 以及煤矿提供的资料 估计遇难人数将达到300人左右 耶尔德兹表示 事故发生时 井下一个配电器发生故障 引发爆炸和大火 目前大部分火灾已经被破释 救援工作还在这儿进行之中 发生事故的两座煤矿 坐落在山谷之中 已经有20多年的开彩历史 矿区条件比较差 共有矿工3000多人 矿主在记者招道会上 否认煤矿管理不力 或存在疏忽问题 清发生爆炸和大火之后 井下能见度太低